請林委員國政質詢,詢答時間30分鐘 主席,我請院長,還有經濟部,鄧部長 請毛院長,經濟部,鄧部長,還有 院長,你擔任交通部長多年 高雄應該去過很多次,高雄是一個海洋首都 也是一個台灣最優質的雙港城市 它有空港,有海港,應該你都很清楚 因為不管是空港跟山港,都是在你的夜館項目 但是高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說,整個高雄是一個這麼漂亮的海洋首都 但是沿線的水岸城市的海洋首都旁邊的土地 幾乎都是我們公有地 公有地長期以來都沒有開花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院長,那這些東西裡面 國營失業很多的虧損 從來不會把它閒置的土地 做一個再規劃跟再利用 我們看下一頁 這是一個我的選區 你看有台電有中有 高雄在成功路有一個經濟部所屬的一個會展中心 鄧部長,你知道嗎? 鄧部長,你去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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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部長,剛剛蓋好不久嗎? 鄧部長,剛剛蓋好不久 這塊地,旁邊這裡有兩塊空地 就是台電的土地 光凸凸一片 最前面 箭頭指的就是高雄的展覽館 花了幾十億、二十多億、二、三十億 中央去溢住的 左旁邊有一個高雄的地標 就是中鋼的大樓 高雄的AIT就在那裡面 這個大幻圍的地區 就叫高雄的多工冷靜茂園區 其中多工冷靜茂園區的土地有70% 院長,是工有地啊 大家看下一頁 其中工有地 經茂園區的工有地 佔了460幾公頃 百分之 整個經茂園區七成 工有地以外 這裡面有一塊最大的工有地 除了高雄港以外 就是205兵工廠的地 高部長 這個案子從你當副部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積極的辦理當中 現在辦理的進度怎麼樣 最新的就是 行政院已經在1月16號 什麼時候核定 核定了原則同意 原則同意 205搬到大樹去 搬到大樹去 定案了沒? 不是,行政院現在原則同意了 什麼時候?今年的1月16號 1月16號已經給了我們國王部 高雄市政府一個公文 那現在就是我們跟高雄市政府之間 對土地的一個計價 我們還要再討論一下 是,那專責單位是誰在追蹤執行? 國王部誰在列管這個案子呢? 軍備局 軍備局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搬過去 我們會盡快的 這個班要代差代見 我知道 計畫出來了沒? 流程咧? 騎程咧? 騎程 可能要 這個時間我再單獨跟你說 部長 要一段時間 會後給我書面的資料 完整的資料 至少已經定案了嘛 行政院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同意 前來談這塊土地 一直要談到屏東 無解 後來在去年大家的追蹤之下 我到現場就開了好多次會議 現在已經拍板定案到大樹了嘛 敲定了嘛 趕快 請軍備局 國王部裡面要有人專責追蹤這個案子 好不好 你請回 接著要 鄧部長 你看都是你的地 台電有二十幾公頃 台唐有二十幾公頃 中有二十幾公頃 台肥有十幾公頃 劉酸涼也有三公頃多 部長 這麼匪的土地 未來被形容為高雄的心理計畫區的土地 你都把它閒置在那邊 結果一堂開 我們的台電中有很多的虧損 毛院長 這未來怎麼規劃 請你回答一下 我看到的資料 這些地 有些地方都有污染的問題 所以它可能地質 有一個階段需要進行地質改善 哪些地方有污染的問題 我看到的資料我大概講不出來 部長 你回答 有污染的地方在哪裡 哪一塊地 是 那個報委員 當然 就是說它這個問題 因為所屬的公司很多 它涉及到一個土地活化的規劃 應該是一個比較整體的考慮 我跟你講根本沒有考慮 台糖在裡面有二十幾公頃 看下一頁 我幫你整理出來 從我93年當高雄市議員 八十幾年的時候 高雄市 嚴城古山齊敬的議員 就要求 在嚴城去這個港戶商業土地 台糖土地 二十幾公頃開花 呼嚨 到現在還在呼嚨 二十幾年了 到現在就丟一個計畫 毛院長 完全都沒有處理 台糖地多 每一年財產資產損利表的時候 就怎麼樣 就賣塊土地 當年就盈雨了 員工就有獎金了 他地多 所以他根本不會去在乎什麼東西 二十幾年來 我眼睜睜看這塊地都沒有活化 台電的地怎麼會有所謂的污染的問題 鄧部長 看上一頁 上一頁 台電的土地怎麼會有污染的問題 真正有污染的問題 是中油的土地 才可能有污染的問題 有污染的問題 就是石化的問題 硫酸崖的土地三公頃裡面 早就規劃整地完成 就在二零五場的旁邊 沒有開花 國營事業其實有很多的整個創造高報酬率的東西 沒有列管追蹤嘛 反正就是國營嘛 院長 我想跟委員報告了 很抱歉我以前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那麼如果這個地點它的整個全區域的用地已經是 這個多功能的經貿園區 而這裡面的土地大部分又是公有土地 我想我跟你報告我會責成一個單位 你知道嗎 現在高雄整個地段裡面最貴的房價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在美術館園區跟你這些多功能經貿園區 是 你的運荒匯在那邊都將近國營事業土地有八十幾公頃啊 是 這個不合理啦 這個國家就因為國營兩個字裡面沒有人要去活化嘛 好 這個不合理啦 我想這個委員提醒我 你請一個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是是是 你在座有好幾個是高雄人啊 是是是 葉書長 葉政務委員就是高雄人啊 我來處理 我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要去做嘛 是是是 一個台東土地可以任兵二十幾年 丟一張紙給高雄市政府 到現在沒有任何的開花 這個不合理 不合理 一攤開就是做停車場 做什麼文創 二十多年來都沒有開花 台電也一樣啊 中鋼旁邊那兵地多貴啊 部長你去過嘛 所以他那個土地使用也已經確定是做經貿園區用嘛 對不對 看下一頁 都是土地使用文具都特貿山耶 最高檔的特貿級的咧 是 特貿山 特貿山 台電的是特貿山 中油是特貿山 欸 把幾十公頃的土地 換位在那邊 都是最靠海岸邊的 怎麼會整個 中油台電會賺錢咧 院長 請行政院中文火化篤地 了解 我同意 我會來做 看下一頁 看下一頁 接著 王院長你當副院長的時候 我對中油 跟我們小港的污染 一直長期在追蹤關心 你很清楚 我提過大澳心的溫染 溫室氣滴的排放量 洪副院長也很清楚我們當地的污染的狀況 我跟你講 看下一個問題 我要問鄧部長 高雄有三個煉牛廠 一個煉牛廠叫高雄煉牛總廠 一個叫中油的大林廠 一個叫林遠的石化廠 高雄煉牛總廠什麼時候要關廠 今年 今年要完成 104年什麼時候 12月 他本來有幾個廠你知道嗎 裡面很多了喔 很多 我問你幾個嗎 很多是幾個 16個廠 到目前為止 只剩下幾個廠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兩個廠 因為這個很細 16個廠 毛營長只剩下兩個廠 剩下14個廠 石化廠就移到林遠去 煉牛廠就移到我們中油大林 小港這邊來 但是你看 高雄煉牛總廠 它的溫室氣滴排放量 從97年的 到102年下降 下降 -25% 我們中油小港的大林煉牛廠增加了53% 都往我們這邊增加 看下一頁 你看 一個煉牛廠 不管是高雄 大林 林遠石化 最嚴重的排放量 就SO2 H2 NOX 你看 高雄廠 部長跟院長你看好 二氧化硫 SO2 高雄廠 減少這六年來 減少了22% 我們中油的大林廠增加72% 其實這幾年來 你就偷偷的 把煉製 移到中油的大林廠 從這個數據不會講假話 高雄電流中長減下來 減少了22% SO2 我們大林廠增加72% 你在看下一頁 其他都一樣 我時間有限再來看 中油 不管是大林廠跟高雄廠 都是生產汽油跟航欄 高雄廠在97年 生長 汽油是143.3萬公比 到103年是175.9公比 增加百分之二十幾 我們大林廠也增加 但航欄 高雄廠減少了96% 大林廠卻增加了6% 全部往我們這邊來 也就是煉油中長早在預期說 今年的12月要關廠 他把所有的產人 毛院長 移到中油大林廠 跟臨遠的石化廠去 看下一頁 員工的人數 99年的時候 煉油中長高雄煉油中長 院長 從人數你可以看到 高雄煉油中長在99年的時候 員工人數是1857人 院長你聽我的比聽部長的還準 煉油中長 後進煉油中長的人數 99年1857人 到大林廠是1300多人 我們比他們少 小港比後進少了400 這樣就500人 到去年12月底 高雄煉油中長的人數才1200多 中油大林廠已經增加到1700多 所有的員工移到哪裡 移到中油大林廠 再看下一頁 我要跟院長 為什麼我提到那麼多的 從溫室氣體的排放 從員工人數 從所謂的 所謂生產汽油 航欄增加量 都在我們中油大林廠 大家很悲哀啊 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都在我們這邊 毒氣都放在我們這邊 平均每人得到你們中油的分配的回饋金 南子區的中油高雄煉油廠 每一個人平均是2600多塊 我們小港這邊 中油大林廠才787塊 只分配到三層啊 這合理嗎 院長合不合理 我想這個 他如果整個廠已經移過去 那當然我想有關這個 其他的配套措施也應該要搭配 當然嘛 你每一年在那邊 早就16個廠 只剩下2個廠 你還留4500萬 中油大林廠才1500萬 所有產能往人家臨遠石化 往中油大林 這怎麼對呢 我會要經濟部儘快來調整 什麼處理 因為你12月就要關廠了嘛 什麼時候處理 部長 我想我們儘快好不好 儘快什麼時候 年底的移過去以後 這個就要去 你不能移過去再處理 你現在就要處理了嘛 難道我要帶人把你回廠嗎 不不不 你現在就要處理了嘛 我們是遵守承諾 不是 你現在16個廠的廠能 已經只剩下2個廠 你的回饋是因為你 生產了這些東西裡面 去做回饋嘛 你的排放的污染 都已經污染到 林遠跟大林來了嘛 這個回饋機一定要重新調整 那個包圍 我們完全同意你 幾個月可以調整 三個月給你時間好不好 部長 我沒有 任長合理吧 我用數據給你看嘛 半年之內 好嗎半年 半年之內定案喔 是 定案喔 我下個會期總之一 就去問你這個問題 看下一頁 你看 居民最後一個 每人分配的回饋金 是 中油大林場 是 整個高雄練油中場的 0.3 三層 結果我們污染的倍數 大林場的污染倍數 都是 都是好幾倍 這不對嘛 事後我會把資料送給 院長跟部長 看下一頁 這是我連續好幾會期質詢的東西 小港地區的代歐心排放量 四季制度的代歐心排放量 院長 小港地區在101年 一個地區15萬人口的排放量 佔全高雄市38個行政區的81%啊 可不可怕 院長 一個行政區 15萬人 佔高雄280萬人的排放量 佔81%的代歐心 每一個小港人 15萬人口的小港人 人均排放量的代歐心 是台北人人均代歐心排放量的602倍 小港人 背負的人均排放的代歐心 要吸那個代歐心 是台北人的602倍 一個小港地區整體的代歐心排放量 是台北地區的34倍 四季之獨 再看下一頁 小港地區 15萬人排放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是台北市280萬人的2.1倍啊 一個15萬人口的小區 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是台北市270幾萬人口排放溫室氣體的2.1倍 污染超級嚴重 但是 中央所有臨海工業區 都幾乎是我們國營事業 中鋼 中油 台電 台船 唐龍都在那邊 石化廠也都在那邊 看下一頁 中油 都是我們國營事業港 污染將近七成八成 結果健康風險 評估七百萬是高雄市環保局百分之百支出 林園中油石化 1500萬是經濟部跟中油全部支出 縣市政府沒有出一毛錢 院長 這不合理 這筆錢要把人家填補 不要讓高雄人覺得說我們都污染給人家 結果稅都在台北繳 所以高雄人為什麼國民黨的選票 會讓人家覺得說 社會人家沒辦法一大堆 他只要拿這個告訴你們 都是國營事業在這邊污染 睡覺在台北 結果連健康風險評估一毛錢 中央這種都沒有出 我們掛了 誰都不用選 院長 補足這八百萬 行政院不差這八百萬 我要你一個承諾 院長 這是國民黨本身執政 對高雄小港人長期的污染的一個承諾 院長 這沒有那麼困難 報委員這樣好不好 您容許我給我一點時間 我把它處理好了 我再給您報告 什麼叫處理好 我要一個承諾而已 你怎麼處理我不知道 我要一個承諾 院長 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對等開 合理吧 地方政府環保局出七百萬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出 怎麼合理呢 我等你一句話 剩下怎麼處理 部長去開協調會 對啦 我來了解整個問題 我們一定來處理 好不好 朝 補足這個金額方向來處理 細節怎麼做 你們去處理 好不好 我們朝這個原則 OK 謝謝院長 再看下一個 部長 我對我的選區啊 我第一次當立委 上任第一屆 小港地區 廢廢養養 就什麼東西 廢爐渣 我想說什麼叫爐渣 全高雄市的所有立法院都中槍 每一個都被影射得一塌糊塗 還好 地監署也查了 經濟部也查了 中黨也查了 部長 現在查的狀況怎麼樣 我想對這個謠言 對這個謠言現在 應該是經過您剛剛說的這些查 經濟部也查 檢調也查 查的結果 您這個謠言 是不存 不是我們 所有立法委員都中槍耶 藍綠的立委都中槍耶 只要是高雄的好像今天點A 明天點B 後天點C啊 有沒有這回事 查的結果絕對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OK 但不是只有沒有這回事 要徹底的截斷它 看下一頁 監察院針對中鋼匯爐渣的問題 提出糾正行政院跟經濟部 他說 經濟部是中鋼公司的夜管機關 大於督導 難辭代師之救 原依法提案糾正 當然要提案糾正 數十億多年來的利益 就讓政商不當的關係 流落在所謂生意人身上 所以 當然要查 查了又把它糾正過來 看下一頁 這報紙寫的 爐渣利益龐大 下游業者眼紅 每年商機數億 數十年下來就有一二十億的利潤 難怪會變成一個龐大的不當的政商關係 難怪會變成說 所有人很多人就誤觸法網 再看下一頁 再看下一頁 我在102年3月18號 我到經濟委員會要求張家柱部長 我說 這個有那麼難嗎 中鋼公司跟經濟部有那麼難嗎 如果陳如報紙寫的有數十億的利潤 讓這些政商關係不當的關係裡面 在那邊做壟斷的分配 為什麼不把這些數十億的利潤 拿回來經濟部所屬的中鋼 自己來經營咧 讓這些利益 回歸給中鋼的員工 讓這些利益 回歸給全國人民所有咧 我在102年3月18號 就要求經濟部的部長 強烈阻擋經濟部要求中鋼集團自己來經營 把這些利益歸員工所有 歸全國納稅人就有 就不會有這些利益就給的問題 部長現在辦理的狀況怎麼樣 是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今年6月他可以完工了嘛 完工什麼 完工就是處理這個廢爐渣 廢爐渣什麼東西 就是把那個就不要再委外了 他自己做了 他自己來處理 誰自己做 中鋼 中鋼的子公司自己做 他成立一個子公司自己做 不過我想這個您說的很對啦 這些東西自己經營就免得在委外 沸沸揚揚揚的都有一些 運長有數十億的利潤 衝鋼不做 任憑所謂的黑白兩道政商關係 在那邊壟斷 在那邊利益均沾 把台灣的政壇 搞得集權不靈 這國家到底怎麼了 我們不懂 現在說回來經營不是很好嗎 我的了解 我長期在追蹤這個問題 我認為要徹底的切斷 所以 看下一頁 國營會正式回我文 他說 經濟部在我102年3月18號質詢完畢以後 要求中鋼公司自己成立公司 有 中鋼公司真的也完全配合 經濟部國營會的要求 中鋼公司在103年的2月 成立中能資源國營公司 專責處理中鋼脫流渣回收事業 部長是不是就是這回事 什麼時候正式營運 6月 什麼時候的6月 今年 今年的6月 院長 全部就收回來嘛 全部讓中鋼集團所有的員工共同 而且我側面的了解 這一家公司是中鋼集團百分之百持有的股份 謝謝委員 不是只有中鋼 院長 我在這邊要求經濟部的政風單位要去徹查 任何所屬的國營事業 都不應該讓不當的政商關係去揭露 你的政風體系要加強 所有的採購的事情 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問題 院長 這些東西裡面要把它杜絕掉 部長 我們回去做 這個應該要做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要 本來就應該要把這個紀律 不是說今天中鋼出事你只查中鋼啊 那其他咧 中友咧 台電咧 中友大林場裡面在這兩三年當中被帶走了好多官員被收押 還有廠長就在銀行外面拿錢被人家逮倒 逮到受押啊 國營事業裡面這兩三年當中 多少人郎當入獄被起訴的部長 請你 將政風單位整理一份資料 送給毛院長看 針對國營事業這三年當中 所有被起訴 徒利貪污的案子裡面 不能說這東西得過且過 另外一個問題 叫經濟部的政風單位去查 相關的國營事業 我看過他們力不從心 部長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經濟部的政風單位去查 比如說好 查中當你怎麼查你知道嗎 查台船你怎麼查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督導體系在那個地方 什麼叫督導體系 所以你不懂啊 你不懂啊 院長 經濟部的政風處不敢直接去查這些民營化的國營事業 經濟部的政風處可以直接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台電中油 不敢去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這些像台船唐榮中鋼 他必須透過誰扮演一個協調的角色 郭英慧 郭英慧管那些第五十的嗎 這就出問題了嗎 這就出問題了嘛 你們兩個都不知道嗎 因為我們曾經去檢舉過很多的B案嘛 才知道說他們辦案的難度在哪裡嘛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 部長 現在國營會的主委相當的強悍 也有他的能力 你的政風體系要搭配國營會的主委 副主委跟執行長 徹底清查 所有國營事業 不管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完全掌控政府的國營事業 或是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上股權的這些所謂的辦公股事業 所以 院長不是只有我們經濟部所屬啊 連金控也一樣啊 每一年多少的龐大的利益流落在外面 這就是人說在損的地方嘛 你們都不去看 部長你在從駐外體系來 你對這些相關的決策體系在查辦的過程裡面 你不清楚 也不會有人跟你講 真的把你瞞起來就好 所以院長 什麼叫人民流感 馬總統沒有做到 興利沒做到 除幣也沒有做到 中港的案子完以後有辦到什麼東西嗎 結束了沒有了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是為什麼執政黨讓人民失去信心的原因 興利不是短期可以做到 但除幣一件兩件三件 一段時間風暴過去以後沒有追蹤就結束了 所以院長 經濟部我在這邊折騰你 我會到經濟委員會部長我還會問你喔 馬上就開會囉 你如果沒有讓你的政風體系跟國運會搭配形成一個所謂堅強的茶壁陣容 到時候你看我怎麼質詢你 接著看下一頁 潛艦艦國造 高部長 院長 潛艦國造是不是已經既定了政策 這個我想要請教高部長 高部長 潛艦國造是不是已經是形成既定的政策 現在這個政策沒有改變 我們在推動 總統三軍統算拍板定案了嗎 對 我們是潛艦國造 軍購並行 我們現在走的潛艦國造 雙線並行嘛 對 是 看下一頁 我在101年商任以後 在3月14號跟3月29號 都去支持潛艦國造問題 因為潛艦國造除了台灣的國防安全以外 因為美國不賣給我們嘛 我們跟美國現在買的是什麼東西 是裁電潛艦嘛 現在美國有生產嗎 部長 美國現在沒有生產 沒有生產線了嘛 可他有技術 但他沒有生產嘛 是 他要賣你也沒有東西嘛 對 所以當然台灣要潛艦國造嘛 所以我們要他的技術資源 我知道嘛 大家同意嘛 要美國同意 美國不拍板定案 我們也沒責啊 是 但是台灣的政府要點頭嘛 是 所以終於點頭了 經過很多人 包括林玉芳委員 陳唐山委員 包括我們這些在地選區的立法委員 全部這幾年來努力爭取當中 終於三軍統算拍板定案潛艦國造 再來看下一頁 這潛艦國造 除了讓台灣的造船產業 後續的維修 維補跟整個潛艦造船產業的能量以外 對國王工業的幫助是相當大 但是口號沒有用 我要問部長 你怎麼做 國王部打算怎麼做來支持潛艦國造 短期中期長期你打算怎麼做 我們現在現階段當然獲得國外技術的協助是最快的 如果有懶圖能夠在台灣造那當是最快的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現在以我們的潛艦 我們來試修 再看看可不可以把這些技術 再透過國外的一些專家的協助 我們曾經多方爭取 要求你從國王工業基金裡面 撥相當的預算來做前置作業基金 有沒有撥 撥多少錢 這一兩年已經撥了兩千多萬了吧 兩千多萬 後續的預算編了呢 後續我們準備 如果他要啟動這個第一階段的話 可能是編30億 大概什麼時候會編 應該已經在編了吧 這個案子 就是105年開始 我們到108年是做這個第一階段 105年的預算104年要編嘛 今年會編進去嘛 今年要編進去 是 部長 潛艦國造的東西對台灣是相當重要 尤其對我們高雄的造船產業 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看下一頁 再來 潛艦國造看下一頁 再看下一頁 有個很關鍵的東西 希望說 要把軍方潛艦相關人力 加入到整個研發設計的階段 部長 因為單純 單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